因为刚刚在北京结束的一带一路峰会上 我们看到了这场峰会受到了印度的抵制 一些西方大国领导人也没有出席 但是俄罗斯却大力支持 出席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被中国奉为主要嘉宾 俄罗斯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连线 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来为您报道 白华你好 一文好 俄罗斯方面对于普京这次到北京去 给习近平捧场是怎么看的呢 他们认为普京的这次访华之行主要有哪些目的呢 对普京最近几年几乎很少去西方国家访问 但是他经常去中国 所以说俄罗斯国内许多人认为 就是说普京去中国 从习近平见面出席这么一个活动 对普京来说很舒服 因为没有西方去西方访问时的那种抗议活动 另外一个就是跟普京在一起 都是他自己的媒体 也不会对普京提一些他感到不方便的问题 另外就是说这次一带一路峰会结束之后 俄罗斯国内有语论认为 就是说这次峰会到底讨论一些什么东西 中国究竟想利用一带一路 想干些什么事情 一带一路究竟是一个怎么的概念 到后来现在还是很多人没有弄太懂 所以说俄罗斯有人认为 就是说中国这次举办一带一路峰会的一个主要目的 就是为今年秋季的中共十九大做准备 因为就是说可以一带一路峰会 可以说成是习近平外交领域的一个主要成就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普京认为还不如去北京为习近平捧场来支持习近平 另外就是两年前的2015年的时候 就是说西方制裁俄罗斯当时举办二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 说西方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出席莫斯科红场的阅兵活动 那么习近平去莫斯科访问当时支持了普京 所以说现在也该轮到这个普京来 有一种回礼的感觉 对对对 那么白话我想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 你刚刚提到俄罗斯在国内里面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 其实也有很多人不是很了解它的内容 可是我们知道一带一路里面 俄罗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战 那么到底这个俄罗斯方面对于一带一路计划是怎么样来评价 是不是有一些风险或有些困难 容不容易达成呢 对俄罗斯对一带一路 这个心情非常复杂 一方面俄罗斯认为一带一路 陆路这一部分 因为俄罗斯的横跨欧亚大陆 所以说陆路这一部分干脆离不开俄罗斯实施 俄罗斯想从一带一路当中获取好处 所以说普京这次在北京也表示说 俄罗斯支持一带一路的计划 甚至俄罗斯准备积极参与禁区 但是另一方面俄罗斯认为一带一路 也会对俄罗斯带来某种威胁 就是说俄罗斯害怕中国通过一带一路 来扩大对俄罗斯的影响 来对俄罗斯实施扩张 特别是中亚这一块 俄罗斯担心中国利用一带一路 来扩大就是中国在中亚的影响来排挤俄罗斯 另外如果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在中亚打通 过多利用中亚走廊的话 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大东脉的作用会减少 还有一个俄罗斯担心的就是 因为普京现在积极提倡欧亚经济共同体 欧亚经济共同体是普京本人亲自提倡 亲自倡导打造的这么一个组织 所以说俄罗斯也担心 这么一带一路会对俄罗斯经济共同体的构成威胁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俄罗斯又不打算得罪北京 所以说普京这次去北京 想避免一带一路这个说法占据上风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白话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报道